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ZZLAB,我是真真 好的,那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都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之前拍摄的两条素材先放到AE里 然后我的素材是4K的 所以我现在要建一个合成 我新建的合成它是1080P的 OK好,然后我们把两个素材扔进来 然后我们把它缩放一下 按一下S,然后可以把它缩一下 缩到这个程度 上面这条素材是我拍的一个手的单独的视频 我觉得这条素材比较好 我们就用它,然后Ctrl Shift D,然后把它剪切一下 把那条删掉 然后下边的这条素材是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素材 这两条素材就是我们最后要叠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来做 我们先做第一步 把上面这个手的素材 来我们先把它重命名一下 就叫它手 让我们比较好分辨 然后这个就叫做人像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的素材给它加一个预备抠像 然后在效果里面你可以找到keykeylight选中它 好 然后在这选色就选这个 好 它已经被抠掉了 没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手的画面给它做一个遮罩 其他的部分我不要 我只要手 然后我们就把它先大概齐的多做几个点 这个点可能一会还会修改 所以我现在就是画的点比较多一点 好 这个手我们就放好了 然后这个手的位置 我们可能会做一下移动 而且我觉得它的角度可能也不是很自然 我们把它的变换的角度 我们把它的角度 这是它的角度旋转 这个旋转我就比较早 然后大小稍微调一下 大概是这个大小吧 好 我们要把这个蒙版 就是刚才我们画的遮罩给它做一下语画 做一个 做一个语画 然后把这几个点稍微的给它挪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记得把这个蒙版的路径做一个关键针 这样我们的手基本上我想想我们的手的位置前面的位置对了 但是后边我们还要给它的变化的位置做一个关键针 比如说在这里 位置 我们做一个关键针 然后上来 这基本上是OK的 然后我希望它到这边的时候往右一点 好 OK 这样是OK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两个胳膊的高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把它稍微降低一点 让它两个胳膊肘基本上是OK的 好 这样没问题了 现在我们的视角 因为这边会穿帮 我们把这个画面稍微的 放大一点点 放大 把两个画面都稍微的放大一点点 我们把两个素材都选上 然后同时拉 然后同时往下 让它往下一点 好 这个并不是我们最终效果 这是只是为了我们观察效果 用的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手我们的遮罩有点小问题 所以遮罩我们会再进行一个修改 通过反复的修改 我们现在终于把这个手给做完了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大概的效果 我们发现这个手抠的不是特别干净 我们现在要再把它调整一下 它有一个绿边 我们把这个抠向的值加大一点 好 基本上干净了 现在加到了179 其他的值我们就先不变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有一个叫屏幕的遮罩 我们把这个softness稍微开一点 然后把它这个grow稍微的减一点 让我们这个手没有黑边 抠向的痕迹更淡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柔化 边缘柔化稍微降一点 好 现在我们再退回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是完整渲染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手的位置还是不对的 这个手的位置应该开始的时候是往右一点 可能这个位置还是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手的位置再挪一下 开始的时候如果手是这样的话 那这边就完全的不合理了 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旋转 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旋转的关键帧 我们把这个手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让它转一下 就不要太影响到我们的感觉 然后回来的时候 由于胳膊应该是横向的 我们再把它转回来 这样就比较真实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眼这个效果 OK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效果我们就做完了 然后当然后期我还会再去调色 再去把这个 我现在的这个绿背景再去抠掉 这边我就不一一讲了 然后 基本上 这个效果就是这么完成的 当然这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 那个大神他做的方法不太一样 我这个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上手一点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留言 为我点赞转发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